世界冠军刘伟解读体教融合密码 以其后许玉华为例 曾七次夺得乒乓球世界冠军的刘伟 22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人文体育高层论坛上 进行演讲时 结合自己的实践 解读了体教融合的密码 认为体教融合在中国 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 刘伟在中国乒乓球队特异后 在北京大学完成本科到博士的学业 还在北大乒乓球队执教 在北大任客 还参与创办了北大乒乓球俱乐部队等 在体教融合的道路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读大二的时候 我感悟到通过国家队专业的体育训练 可以达到身体状态和技术状态的最佳 即能够达到最佳的竞技状态 通过教育学习 能够对运动项目的理解更加深刻 可以达到最佳的思想和心理状态 而现在我们是在用两条腿走路 既要刻苦学习 又在研究比赛 能够做到想赢不怕输 比赛中一定能展现出竞技体育的最高境界